伯仁传,穿幕或使诗集加强,它的实力必将超越名人和佐助。 近日,伯仁转漫画第54画已经更新了,没看的可以翻一下小编上一篇文章。 在这一画中,附身在伯仁身上的陶氏虽然吊打了佐助和穿幕,但是在战斗过程中他还是被佐助发现了破绽,只要伯仁的查克拉恢复,伯仁的意识就会苏醒,所以陶氏不敢用些吸收人数。 评级佐助的这个发现,穿幕在关键时候近距离对陶氏使出好火球之术,逼得陶氏不得不用些吸收的人数,伯仁的意识也因此被唤醒。 而伯仁在苏醒之后也是下了狠手,他直接掰断了头上的脚,最后总算把陶氏逼回了他的体内。 而在这次的事件之中,穿幕鞠躬至尾,他先是用影分身之术秀死了大痛目一世,然后有逼的陶氏不得不使用歇赖吸收认数,复苏的伯仁的意识。 可以说如果没有穿幕,名人和佐助恐怕早就凉凉了。 并且,穿幕在这一话中不但表现优异,而且他还获得了史诗级的加强。 剧情中,陶氏在刺瞎佐助的轮回眼之后曾经和穿幕说过一件事,现在的穿幕虽然身上没有了鞋,但是他体内的大痛目情报却被保留了下来,也就是现在的他基本上就是大痛目一组。 虽然穿幕的这个大痛目一组和真正的大痛目一组还是有差距,但是他已经可以当作祭品给史伟吃了,勉强可以看作是弱化版的大痛目一组。 想必在未来的剧情中,穿幕应该会开始掌握一些大痛目一组的技能。 要知道,在整个火影忍者的系列中,大痛目一组可以说是战斗力的天花版,不管是名人,佐助还是曾经的牵手铸肩,与制波般,在大痛目一组面前,他们都是不够看的。 如今穿幕虽然只是一个弱化版的大痛目一组,但是和人类比起来,他已经是强的逆天了。 当然,未来的穿幕越强也代表伯仁越强,毕竟两人在伯仁传中的定位一直是相等的,而且伯仁也有被逃势克上些,一旦逃势然了,伯仁也会像穿幕一样变成一个弱化版大痛目一组。 可想而知,伯仁和伯仁将来的实力肯定会超过名人和佐助。 虽然新生带人者实力超越名佐会让我们这些火影粉丝感到略微的失落,但热血漫不就是这样吗? 一代更比一代强,敌人也越来越强,从人类打到外星人,从地球打到外星球。 最后,对于穿幕因为被克上心而成为一个弱化版大痛目一组,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哦,下一次。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